HELLO 聊四季 今天沒有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Jordan跟Balance的影片也開始多了之起來 這場文明對決我覺得也相當有趣 一個是駱駝果 一個是馬公果 好 那我們就先稍微說明一下這個文明吧 印度斯坦人的話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是打步兵古拉木 還是打槍兵 都有這個不錯的傷害跟效果 那馬 他的駱駝也不用自然多說 就是他這個帝王時代帝洛是非常強悍的 而且攻速又快 在印度人出語之外 城堡時代可以蓋TC的情況下 這個村民相當便宜的情況 每隻村民便宜15% 爆村民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印度斯坦人也算是 偏 偏濃的文明 但是他要打強軍是也沒問題 所以印度斯坦人算是全能型的文明就是這樣子 他沒有太大的弱點 那我覺得印度斯坦人最近的打法 有一招我覺得蠻適合推薦給大家打 但是需要點手術 就是不管對方出什麼 衝好時代你也有城堡 直接出古拉姆加森女 對方騎士也直接硬扛 然後優先升攻擊力 不升防禦力 然後對方出工兵騎士 這個打法是非常強的 你只要古拉姆數量異多 然後再配上一些森女去招強對方騎士 騎士數量一少 好 正面打贏騎士之後 後面的弓兵也沒有辦法難離合 很容易把對方一套帶走的一個招式 這是我最近發現的 這個戰術對很多人都很有用 那Chiris這個招數也不好擋 因為畢竟城堡時代你沒有火槍 打古拉姆只能打這個 劍兵勇士或騎士暴 但是如果你生旅數量一朵 騎士又很容易被招爛 所以我覺得印度斯坦這招是蠻推薦給大家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對方是蒙古 那蒙古人的話最近勝率非常慘 基本上是屢戰屢敗 這個勝率偏低 但不確定這場會不會贏 目前看起來蒙古還是偏弱勢一點 這件印度斯坦人還是有這個火槍 而且他這個三防都有滿 出戰矛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個人還是比較看好印度斯坦 蒙古的話可能就要看個人的操作實力了 好 先來看一下這個蒙古人 蒙古人的話他打獵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前期把這個犀牛跟斑矛早點持一手 對他上風箭實在是有利的 但印度斯坦人再利也是18P上 都是上得非常早的 這不是有偷織布啊 哇靠真的欸 這蒙古沒有點織布喔 我想說奇怪怎麼時間差不多 但是差了快30秒 但應該是有偷織布才會這樣子喔 血量只有25D些 好 但是上風箭實在還是要先點織布喔 這已經有邊排成了 那蒙古人呢到城堡時代喔 才會有這個刺猴血量加成喔 原來他先點一下輕騎兵之後 才會有這個血量多一點點 不然黑暗時代跟風箭時代的刺猴還是45D些 那蒙古人呢還是比較適合打馬攻喔 那馬攻路線還是比較推薦打這個蒙古突擊喔 不然打一般馬攻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打回去喔 個人感覺打一般馬攻還是不太適合他 那蒙古人後期喔 中期城堡時代或後期都會打草雲騎兵喔 現在草雲騎兵也是蠻適合蒙古人這個文明的啦 但是如果遇到對方出騎士路線的時候 這個草雲騎兵可能要出少一點 前面還是要多一點入所稱喔 打一個混搭策略會比較好 好 這邊看到蒙古人 移上風箭時代先點下一級目 然後補下馬舊 要來打馬舊快攻 但印度斯坦這邊圍的也算是圍死喔 圍的算是相當早 但這邊可能要加速一下會比較好 這邊也是喔 要稍微補下 盡可能的維持 對對方的這個刺頭快攻 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好 這裡還補暗了一隻槍兵 偷偷把對方的騎兵刺頭給打回去 補下射箭場 OK 很標準 那待會刺頭補到兩到三隻喔 就可以停下了 然後開始轉一些毛兵出來 好 這邊槍兵看到對方的軍營 印度斯坦這時候才補下馬舊 會比較晚一點點 但我覺得蒙古這邊可以考慮去補下一級農 先把自己經濟打好一些 因為蒙古在前期喔 沒有把自己的經濟優勢累積起來 後期很容易會經濟追不上敵人 尤其是這個印度斯坦又有這個農民便宜的效果 暴經濟是非常快速的 不然就是要直接打強軍事喔 打出這個軍事差距 賺到一些村民 對蒙古來說會比較有優勢一些 不然就是要跟Viper一樣 不管是什麼文明都打農 欸 這邊戳到一下了 哎呀 尷尬 血量直接噴掉了 好 這邊直接出弓兵射射 長兵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哎呦 射掉 好 這裡沒有點一級農直接灑上去了 太狠了 兄弟 好 印度斯坦這邊 也沒有點一級農 兩邊都沒有點一級農 他們打法都比較偏向於黑拉 黑拉也是不喜歡點一級農 然後直接術上刺合 打強軍事給對方壓力的打法 好 這邊補下一個兵場 這裡可能會先點個防禦喔 好 先點一下料望技術 好 兩隻弓兵 但是後方有四隻刺頭 血量少的在後方 點下一級射 這邊互打一下 兩邊血量掉得很快 殘血的過來補個輸出 欸 但是被射死 哇 後面血量殘的 在後面偷偷補傷害也太狠了 你看這細節 讓這個殘血的刺口 剛剛在後面最慢過來 上最方沒有意識到 直接跑掉了 哎呀 殘血的也沒收掉了 可惜了可惜 有一級射 刺口有點痛 能收掉嗎 一滴 走位 再走位 補下 哎呀 都收不掉了 哇 兩隻殘血刺口跑掉有點虧啊 那這兩隻殘血 基本上就不用再加入戰鬥 這邊直接去蹲在 生物的位置就好 對方趕來 趕來撿生物 就直接射死 好 澎谷這邊轉出了一些小弓 便就閃這邊補下了一個射箭場 好 要來出毛病 但兵工場還沒有補下 待會還是要補一下兵工場 補這個位置還不錯 但這邊有木牆 而且是四個 所以還要補一下下 可能這邊要抵一下木牆 往外蓋會比較好一點 好 輪走技術也補下了 輪走技術 這個手點還不錯 讓這個蒙古的經濟好傷一點 我比較推薦大家 可以在生城堡時代之前 先等一下輪走技術 避免以上城堡時代太滿 沒有時間去點 很容易忘記 造成經濟損失 因為上城堡時代 通常是會需要耗費大量肉 去點這個騎士啊 或者是點下這個 草原奇病 刺猴的一些吃肉單位 很容易很難點 點不出來這個輪走技術 那你在封建時代點的時候 你生城堡時代這段時間 也可以吃到輪走技術的加成 所以我覺得 Jordan這個細節做得還滿不錯的 可能是跟Jordan學的 不是 不是 跟Mapper學的 我在講什麼 Jordan跟Jordan學 合理 好 這邊毛病數量有點多 大概五隻 那對方大概有九隻的數量上 有一級射 還有一級仿 可以考慮五到六隻 就出去反擊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這邊吃頭直接開繞 哇 這裡還補下一弓欸 哇 Jordan這邊打偏龍 但是沒有點一級龍 反而是80點一龍了 好 這邊毛病出來 但出來的位置有點尷尬 沒有直接出去 他剛剛可以直接出去了 但是這裡有個木牆擋住了 讓他沒辦法第一時間出去 所以還是要自己自低防止 哇 這邊吃頭一過來 有點尷尬 弓兵 直接先射掉長槍兵 長槍兵直接倒地 剩下的毛病可能會被吃頭繼續打 這邊毛病沒有救了 趕快要補一下防止 避免對方弓兵直接進來燒了 哇 這邊防守還要打得不錯 毛病這邊損失的有點慘烈 這樣打起來 怎麼感覺是半暗尺有點虧啊 不太優 不太優 好 究竟這邊達到非常大的優勢 後面的刺猴沒有做到更多事情 一存也沒拿到 反而被戳掉了一隻刺猴 好 那這邊為死沒有問題 究竟跟Balance都付出了非常多的肉跟黃金 在做這一步的封建打鬥 好 我下第二個射箭場 難道要走一個奴兵路線嗎 最近蒙古很適合打這個奴兵路線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都這樣打 然後這邊待會有用奴兵前壓 然後地上的TC開始挖石頭 然後轉出蒙古突擊 然後在蒙古突擊出來之前 再轉一些草原騎兵跟駱駝 都蠻適合蒙古的這個打法 但印度斯坦現在 有打 駱駝的情況下草原騎兵是不太有出來的 所以這邊轉奴兵配草原騎兵是很適合的 因為自己的弓兵是可以counter對方駱駝的 好這邊集火一下 直接點掉一隻弓兵 小賺小賺 好這邊再來回來一下 直接射吃殘血了 好兩隻赤頭過來解救一下 應該可以再換掉一隻 沒問題 好兩邊生死蛋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好印度斯坦這邊 先升到城堡3 也大概差了一分鐘左右 好這邊果然直接先上到了奴兵的升級 但這邊毛兵刺頭有點多 這邊趕快要換喔 這些毛兵即時送掉也沒關係喔 盡可能去換對方的弓兵會比較好 完蛋剩下這幾隻換不掉了 要被刺頭直接無雙砍爆啦 好對方騎士出來 蒙古這邊可能要小心一點 不是蒙古 印度斯坦這邊喔 因為印度斯坦這邊還沒有升到戰毛兵 對方有騎士的情況下很容易被吃光 但這邊直接進城門也有可能會引狼入室 尷尬了 狼進來了 如果可以在這邊解決掉就很OK 不要讓對方在家一直繞 狼兵繼續壓制 這邊趕快來拆一下這個 房子 等戰毛兵一起來 他其實有一房情況下 二房了 哇這戰毛兵二房真的不好打 有夠硬 好先收掉這隻騎士 但是要過來了喔 這個 小福要進來了 完蛋完蛋 進來了阿伯 駱駝準備好 Standby OK駱駝直接上前壓制 但是我們剛剛說 有弓兵的話就很好打 但這邊毛兵直接一出來 直接包夾 這邊奴兵打得非常漂亮 斑蘭斯利用自己的地形優勢跟建築學 直接把Jordan的兵全部解掉 Nice 但是這邊Jordan已經很四向了 轉出自己TC 哇這邊是第二個TC 就直接蓋石頭這裡 這裡意圖很明顯 要來直接早早上到這個 蒙古圖祭的路線 那為什麼他沒有先挖石頭 最主要是因為 你蓋第二個TC的時候 是很容易會斷肉的 而且你要出騎士的情況下 那這裡現在單位也輸 這裡可能要轉一些奴兵生頭死車 出來防守會比較好 當然修道院也是要下 但修道院這個時候下可能會 讓自己經濟更慘一點 因為修道院也是需要175的木頭 而且如果還要出BK的話就不太好 這邊直接決定打一個偏農的 3TC開農 蝸駝過來 這邊轉出了品種 這邊利用TC稍微補下傷害 村民開扁是什麼畫面 怪怪的怪怪的 好 用少量駕駝去追逐對方駕駝 這邊用建築學擋一下駡駝 撤退路線 OK 做到了蠻多事情 駱駝現在是一攻一防 對方駱駝是沒有攻防的 但是有攻速加成 所以實際上理論來說 現在還是印度斯坦有優勢的 但數量上可能一差距就沒優勢了 完蛋 沒了 優勢直接送光 好 送光之後 這些戰謀兵也只能選擇撤退了 好 這邊全出駱駝 效果其實還不錯 直接再回來拉打一下 回頭打一下後面的駱駝 後面還有一隻獅子想要偷藥 這隻大貓咪 不甘寂寞 想要一起來玩 哇 兩隻 越飲越多 好 戰了一些奴兵出來射一下駱駝 效果非常足夠 好 前線蓋了一個提琴防守 後面還要配一個修造院 這個獅子差點咬死這隻駱駝 欸 再一下 好險沒有咬殘血了 呵呵呵 哇 這個被獅子咬死一隻駱駝 就好笑了 好 那這邊很問問的 開始開農了 每個人的極目都點下 好 單一如山這邊也是很標準的 3TC開農 先稍微加速一下 OK 果然前置BK 但我覺得蒙古可以盡早把這邊趕快圍起來 這邊有圍起來上個10場 也算是不虧的選擇 好 停下平軸 後面這邊騷擾 家裡有勝率防守 哇 金光柱這邊可能要被砍死一村 OK 果然被打掉一村喔 好 這邊應該是出頭車 頭車出完 待會就可以思考要不要打個 城堡寶兵喔 這邊蓋個高地堡還不錯 相反這邊駱駝被打了一下 這邊照一下應該可以照到一隻 但是數量上有點壓制住 但是有點尷尬 對方攻速太快 有點變成55開 這邊終於解完 但右側依舊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好 那蒙古點下了二級英龍 反而是印度斯坦則是選擇點下了二級攻 好 這邊兩邊的血量非常的多 但是弓兵現在有一定的優勢 駱駝兩邊 拉一下駒駝再回打 對印度斯坦這邊比較好 好 這邊就是上高地反打 沒錯 這邊就是要反打 不然要幹嘛 欸 這邊怎麼下高地了 尷尬 突然變成巴拉斯變高地 欸 但是還行 換的還OK 再照一下 看我們蒙古這邊有650石頭了 可以來準備插城堡 城堡都插哪呢 下個四級 這邊也可以考慮蓋一棟城堡 高地堡 然後這裡圍一個石牆 印度這邊也慢慢往外蓋 這個 才換地了 城堡直接第一個人就往外蓋 這麼兇的啊 可以 他這個軍事應該是可以的 畢竟人家路頭一直往家裡送 家裡只要把路頭往家裡送 還有這個修道院 生女一直按 應該都是能擋下了 反正這邊假裝撿生物 絕魚又看到路頭過來燒了 哇 直接收掉 很賺 這棟城堡應該沒意外可以蓋得起來 再來這些路頭直接殺進去 村民趕快收村 還可能要再死個幾村了 直接殺了三村 很賺 工兵直接回救 這邊城堡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 可以賺到一個TC 還有這個採礦權 非常賺 好 蒙古這邊順利點下帝王師太 那經濟來說是蒙古這邊領先 TC開了更多 而且他沒有投資太多的這個軍事單位 所以目前一直看到 感覺是蒙古一直被騷擾的關係 實際上是因為 印度斯坦投資太多駱駝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一直有優勢的感覺 事實上他優勢並沒有那麼多 而且現在TC又被拆的情況下 印度斯坦本應該是可以早早開下4TC 甚至5TC開弄的 但他這邊為了要打強軍事的關係 所以導致自己TC蓋的偏慢 所以經濟就被拉開出來了 好 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了首推車 好 這邊也要想一下印度斯坦要怎麼打 大概上到地獄時代 蒙古圖技開始再出囉 三十 這邊打蒙古圖技 出古拉姆好像是個選擇 但蒙古圖技射速快 攻擊力又高 古拉姆只有死防的情況下 射下2滴 數量夠多應該是有機會 不確定耶 我不太確定印度斯坦現在怎麼打比較好 可能還是要配個混搭策略吧 絕對不能出火槍喔 火槍的話會更慘 駱駝獻硬吃也是有搞頭 丟用駱駝配古拉姆 感覺是印度斯坦現在最好的組合 這邊補下拇指環 攻速準備要齊備 這可以先偷射申履喔 申履先偷射 先射申履 射申履幹嘛 哇 這裡沒有空好 看來要被招走了 三隻 哇 招到兩隻還是很賺 好 招到兩隻 這邊村民慢慢拉起來 108吋 這邊弓兵上高地 直接先射駱駝 但是後方的單位有點夠多喔 這些弩兵應該是要送光了 臨死之前繼續回頭射射一下 上方有些少龍駱駝也是在騷擾 這邊再補一根城堡 又來控石 好 這邊戰象直接開頂 但是蒙古圖技打戰象有額外傷害 原戰象的分類是工程器 功能戰象的工程器血量掉得非常快喔 但是後方的駱駝 加上騎騎米直接過來硬砍 這些蒙古圖技的關係 所以蒙古圖技現在沒有有效的輸出時間 這邊直接使用村民收村 然後直接硬拆 但是看起來是守不住了 這一棟城堡應該會掉 因為戰象攻速是非常快的 比衝射還要快了一點 直接硬砸 衝射直接 不是投射直接爆開 應該不用修了吧 感覺修沒什麼太大意義 OK 爆掉 那現在蒙古只剩下兩棟城堡了 這邊要趕快量產蒙古圖技 用style好喔 點下化學 這邊 這一波琴鴨打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戰象還可以用森鋁補血喔 挺賺的 還不用支援 那現在蒙古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把 蒙古圖技精銳 安息人戰術化學 攻防趕快點一點 然後趕快數量量產起來 這邊森鋁照一下 先射對方森鋁 OK 只遭到一隻 2換1 好 防禦率變慢 防禦率現在高了起來喔 遠防至少有4防 欸 居然在轉槍兵 蒙古轉槍兵 有意思 很少看到蒙古會打槍兵的 通常都打這個大洛馬 喔 這個有料喔 因為槍兵可以有效克制對方駱駝 但我記得蒙古是不是沒有大槍兵 他只有這個 重裝長槍兵 好像沒有奇兵的樣子喔 好 印象中 對 原來我記得蒙古 不太容易打得贏馬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沒有奇兵喔 但他這邊印出槍兵 我覺得是好的欸 原來畢竟其實 蒙古是有三攻三防的 打槍兵路線 只是插在奇兵而已 喔 那就等這個槍兵配 蒙古圖技 確實有料欸 好 槍兵直接上來硬戳 對方清騎兵加駱駝 直接 被槍兵擋住 哇 很有效果啊 後面馬弓輸出 前面有洛盾在硬扛 哎呀 印度斯坦這邊尷尬 可以用個混搭策略喔 出古拉姆 好 這邊長兵效果非常的好 你看 後面有頂住了 用少量長兵直接頂住傷害 後面蒙古除氣就有空間輸出 哇 效果非常好 直接射爆這些駱駝 哇 沒了 不然死這樣 再繼續換上去 絕對會沒有 這個怎麼打 好 帝王駱駝 射爆這些駱駝 好 升級好 攻擊力8加2 然後血量160滴血 防禦是4反而已喔 遠防4 好 三攻趕快點下 看點一下之前 感覺蒙古就會直接殺進來了 蒙古突擊傷害 攻擊非常快速 而且金瑞已經點好12攻 打到戰象也是非常痛 看這個戰象被射下5滴血 痛得要命 好 後面帝王駱駝想要做個包抄 有機會嗎 但蒙古突擊還在高地喔 好 直接看一下帝洛硬扛 能扛起來喔 唉唷 還是換掉一些 蒙古突擊喔 但是蒙古突擊繼續上到高地 高打低的效果還是非常好 駱駝沒有什麼抗箭矢能力的關係 還是被射掉一堆 而且這裡還有槍兵在補傷害跟當坦克 放地獄落後損失非常大的數量 班牙斯這邊經濟非常好 但是沒有辦法撐到後面的感覺了 因為這邊黃金數不太夠 蒙古突擊指揮數量越來越多 可能要考慮轉一些戰毛兵喔 這部考慮轉戰毛 肯定會打到頭破血喔 甚至沒有黃金 斷金的狀況是有可能的 要趕快先出戰毛 把這塊金拿回來 畢竟印度斯坦三攻三防 戰毛兵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現在出戰毛 對方槍兵加 蒙古突擊是可以完全counter掉的 很簡單的一個打法 好 等一下有三級射 看來要轉戰毛了 哇 蒙古突擊很煩 但沒有攻城蟹 怎麼覺得那一個怪的 這邊再繼續控制 插一棟城堡 好 補下三防 登到雪 果然轉出了戰毛兵 蒙古這邊轉出了大洛馬 他可能意識到對方 開始轉這個垃圾兵了 這時候洛馬登場還不錯 血量高達118滴血的洛馬 這些戰毛兵綽綽有餘 但是還是要被對方的駱駝給counter 但不管怎麼看 現在還是蒙古非常優勢 這裡我已經沒辦法想像到 蒙古會輸的樣子 怎麼輸啊 好 你就散了這邊 標準點下化學 待會還可以考慮混搭一些槍兵之類的 戰毛配火槍 然後再配一些駱駝 就差不多了 火槍用一次拿來打洛馬 因為只出戰毛病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對方洛馬直接硬吃 配一點火槍的話打洛馬也是很好的 即使沒有駱駝在 好 帝王駱駝這邊 數量來到了蠻多的 21隻的數量 好 蒙古點下了油牧 銀罐技術 可以把自己說的房子給滴掉 然後去轉出農田 好 這邊繼續拆 草藥治療 草藥治療是來補這些殘血的蒙古塗技 到城堡裡面休息一下 好 再把我們轉戰毛 讓蒙古人這邊有點猶豫喔 要不要繼續硬打呢 好 這邊轉移陣地 不跟你打正面 好 蒙古這邊拿下了對方的 金礦很賺 這個算是對方的野金喔 這個野金能拿下來 對印度斯坦來說有點受傷 欸 這塊金也沒辦法好好採 好 印度斯坦這邊轉出了一些青奇兵 但大洛瑪還沒辦法點 好 這邊是一個超級混搭策略 大洛瑪118滴血 攻擊13公里點下 這邊開戰感覺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 這邊混搭策略非常好 正面直接硬扛 但是洛瑪雖然不夠多 但槍兵直接戳掉一些帝王駱駝 隊王駱駝數量非常少 只剩下掃上七奇兵 但這邊後面有一些大洛瑪補了過來 隊王駱駝直接損失掉的關係 所以這些洛瑪已經變成無雙狀態 想打誰就打誰 這野巴南斯打出了GG 哇靠 果然直接秒殺 帝洛直接倒一片 槍兵加上高地駱駝 高地蒙古突擊直接開射的關係 導致前面駱駝死傷非常快速 然後後面再補謝一些洛瑪 直接來針對這些戰毛兵 直接瞬間秒殺 打得非常漂亮 揪得混搭策略OK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由蒙古這邊果然拿下了勝利 原巴南斯這邊城堡style TC蓋得不夠快的關係 村民數有點落後 反而是蒙古這邊直接4TC開弄 打出經濟優勢之後 再轉出自己蒙古突擊的一個數量優勢 然後在科技攀上去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整體而言 巴南斯的策略是贏得比較多一點 這個槍兵確實讓印珠斯坦這邊變成沒法隨心所欲 不然因理說應該是印珠斯坦這邊低落 直接壓制住蒙古突擊 加上肉麻的一個搭配 大概轉出槍兵之後 駱駝一直被擋下來 然後自己轉出戰毛之後 自己的前線 肉量如果經濟不太好 很有可能也是直接被逆轉 真的就是這個情況 蒙古突擊數量太多 高低傷害攻速又快 很難直接解決掉 可能還是要搭配一些 工程器嗎 但是工程器又很容易被蒙古突擊給點到 整體而言我覺得還是要搭配一點古拉姆會比較好吧 古拉姆配戰毛 然後配帝王駱駝 可能會更適合這個戰局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